其實這間一哥點心也有很多新式的點心 我想有些是自己自創也不定 有些也挺有創意的 茶位值三分位 可以自己選擇有什麼茶 我們也是選擇香片 茶也挺香 我也說 上網看的時候我已經看到一件甜品對我們來說是很驚嚇的 就是這個小白鼠 吃得太真了 我覺得它來到我會不敢吃 所以我們是沒有叫的 還看到很多煙 夾下去好像有彈性一樣 夾扁了它就可以彈回它的尺寸 吃下去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相緣 我本來想像是會很拋 很鬆很空氣 但其實它的味道也挺高 但又不會吃得很脹 口感是很不錯的 不過我覺得味道淺了一點 但整體來說也不錯 這個來到的時候 它說要小心吃鐵的東西 它說會燙傷的 它說燙傷是會在水泡 所以千萬不要一夜拿到冰箱裡 它的造型很浮誇的 有蔥�墊袋來到很白白的 還很香 看起來有油 不知道吃下去怎樣 它表面是真的很脆的 這個很驚喜 表面的芝麻也很香脆 其實它味道我也很喜歡 它跟一斤有少許不同 不是甜的東西 是鹹一點 但吃起來完全沒有漂亮的 對,很香,煎得很好,有脆口的感覺 但沒什麼蔥的味 我也覺得是,我本來幻想是會超有蔥味 嗯,但是很香 這個真的很新式,炸過的蘿蔔糕 然後放在千島醬上面 千島醬其實還沒在蘿蔔糕上出現 對,只是甜醬而已,這些很適合 但今天怎麼知道,賣相是蠻特別的 對,很漂亮,一塊一塊 完全認不到它是蘿蔔糕 而且比手指粗很多,挺大條 拜拜 不會有那種粉漿,它真的很薄很薄 它是薄脆的 我本來覺得千島醬的味道很濃 但你咬的蘿蔔和蝦米味道很出色 但你猜不到它是很合的 它也很好吃 它吃的味道很濃郁,但大家也沒有搶到大家的味道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創意 我們還有一個是點了甜品 那它下單的時候要問我們立即上 看看我們吃完之後再叫它幫我們上 好可愛啊,我拍近一點就是吃一隻雞蛋 上面的有型,不是啊,是一塊的 對呀,難怪燉你的時候在那裡彈彈彈彈彈 當然是賣相 然後它的奶凍呢,你一吃下去你只會說 好奶喔,好濃 超濃 對,我也覺得它比一般的奶凍更濃稠的 嗯 但又不可以說它不濃 但就是非常濃稠,很好吃啊 它濃奶味,奶到也很像牛油 這樣也不錯啊,賣相不錯,味道也不錯 這餐連茶位都是99元而已 我覺得是很有特色的一餐 其實四個我們點了的東西都滿意的 除了馬鈴鯛甜一點之外 最特別是那個蘿蔔糕 是令我還可以慢慢想起它 很高質 好,謝謝大家看這條影片 有關這條影片的資料 可以在美股包包找到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叫隔壁的朋友啊 拜拜